2月5号上午8点半 县长黄建廷以及夫人陈林燕 共同到中央市场向民众拜年 大家一看到县长亲自发送小红包 都纷纷道贺新年快乐 更开心拿到了舌来运转的小红包 象征一元赴使万象更新 县长夫人陈林燕 则是赠送春道福道的春联 民众们拿到可是开心的不得了 新年快乐 县长黄建廷祝贺民众心存愉快 也提醒大家 县府将办理 如果已经收集三年县长所发放的小红包 就可以参加抽奖 今年已经发了第四年 累计到第五年 集满五个就可以换礼物一份 一年快乐 联系收集三年 我们就要摸彩摸大奖 如果有收集到明年 到明年有收集五年的 我们直接就要给奖品了 民众表示 每年都很期待会收到县长亲自送的红包袋 并且都保存得很好 总共大概每年加起来拿了几个 四个 四个 那如果这个 如果留起来的话 到时候可以抽奖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啊 好啊 要抽奖 那你会不会把它收好 我会啊 我待会保存下来 县长黄建廷也提醒大家 新春期间注意交通安全 县政府都做好相关的服务 并且服务不打烊 春节更有快乐看电影专案 还有年货大街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在台东过好年 东台宣布发明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台东县警察局站